做儿子的心疼母亲年纪大了 还得半夜起床工作 决定回家帮忙 他跟妈妈一样 每天半夜两点就起床开工 遵循古法 用木棒垂倒马蜀 做好了就一大清早营业 趁新鲜现捏现卖 每一颗捏出来的麻糬都还带着温度 尽管双手都已经长出了厚厚的茧 他也从没抱怨 只希望这样的努力 能把阿公口味的古早味米食 继续传承下去 过去游家的阿公游金木 就是拿着这个木锤和石臼 一倒又一倒的 导出了宜兰人的感情 到现在棒子传到孙子游锦人手上 这依旧是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只是相当辛苦 没有力气是做不来的 是刚刚它的Q度整能慢慢拉 如果它一下子就掉下去了 表示说那麻糬已经不够Q 对 它像这个这样拉回来 它有个弹力回去这样子 你阿公那时候打到几岁 打到80岁 家里才不让他做 迈向百年历史的锤和旧 见证了游家手作麻糬的坚持 糯米在经过一阵又一阵的锤打后 它的Q键被启动了 而且是越夹的细致 越嚼越Q越有米香 我本身就喜欢吃麻糬了 吃麻糬的口味特别好 很特别 然后那个QQ 坚持读法 口味经得起考验 尽管摊子小小的 就处在别人的店面前 但早上八点营业 就已经有顾客不断报道 一开摊 小油的手就没停过 抓馅料 捏麻糬 果芝麻 沾花生 忙到身体零件都得维修保养 晚上回去都要泡垃圾 现在手已经没有说那么好 所以我现在没有 就大约一天大约做个1000克左右 手指头金冠已经起了厚厚的茧 但他还是认真地捏出 每一位客人的吩咐 最早卖光的 总是阿公的经典款 握寿司 吃卡还要吃饭 就是说这个 一边吃这个麻糬 然后加上这个米糕 吃下去一个饱足感 老一样人的儿时的记忆 小时候是父母亲买的 妈现在我们自己来买 那时候不就阿公在做 对 对 他吃很久了 对 阿公12岁就将自制的麻糬 盯在头上 沿街贩售 当时就只卖一种口味 包有绿豆馅的麻糬上 再放上一块长形米糕 然后沾上花生粉吃 这就叫做麻糬米糕 手势啊 好像是日本师傅在... 很多人这样讲对 你有学日本料理吗 没有...我觉得是中餐 因为像极了日本寿司 又一口咬下 有着多重口感 因此受到民众喜爱 到现在这款古早味 已经超过了百年 早了两年终于吃到了 真的很好吃 每年夏天的时候我都休息 因为夏天这个绿豆内线 很容易坏掉 怕给客人吃到不好的东西 还蛮坚实的耶 这是阿公留下来的不能破坏掉啊 2011年 小游为了让妈妈好好休息 于是辞去十多年的厨师工作 回到宜蘭接下主业 一代又一代的坚持 到了年轻人手上 依旧照起床 每天半夜两点就起床 才来得及准备一早一夜所需的食材 前一天晚上做起来的话 可能大约到今天中午 它就整个硬掉 对 所以为了延长它保存期限 就刚好凌晨开始做 八点出去摆烤 刚回来前一年平均一天 大概睡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一个人的厨房 有太多工作要忙 绿豆 红豆 得在滚烫的水里 躺个至少两到三小时 才能入锅蒸 制作麻吉要用的圆糯米 大多用的是两年的旧米 米粒含水量不会太高 做起来的麻吉才不会过软 但还得靠经验 斟酌米粒泡水的时间 有时候一泡就是三四个小时 以前当厨师是大概两点 才开始睡觉 现在是两点就要起来 很不习惯 不会 就把当作 不要想说这是个工作 想说这是个游戏这样子 这样下去做比较快乐 趁着泡水空档 还不能跑去偷偷睡觉 因为还有芝麻要炒 中式炒工再度派上用场 要让白芝麻变脸炉火一开 又是个四十分钟跑不掉 大约金黄色这样子 有大约六七分的时候 我才会再加入黑芝麻 芋香芝麻的话 是仅次于麻糬米糕卖最好 里面是用圆山的冰南鲜芋头 下去做的 它的特点是它比较粉嫩这样子 然后上面 外面的话 我是沾这个黑白芝麻 对 因为现在人很怕 花生粉有个黄菊毒素 对 我就尽量炒 不一定用花生粉 我可以沾芝麻 下去这样可以演变的 麻糬粘上花生粉 像是自古以来的天生一对 但养生风炒起 小油渐渐开发 可以取代花生粉的粘料 想说白白的这样不好看 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想办法 让它点缀一下 然后就去买了很多西式香料 这样一个一个试 一个一个试这样子 吃到这个 用洋虾菜咽下去用的话 它可以解它的甜蜜 西式香料和台味无缝接轨 展现它多年无菜单料理经验 喜欢动脑是它做下去的动力 因此厨房变成味蕾的实验室 就连鸭爽还有肉松 都曾经入线过 短短六年 祖传口味从一种变化出三十几种 我吃几十年了 米吃了很多次 他们这个好几家了 好几代的 年轻人越来越好 越有头脑 清晨六点 泡软的圆糯米 终于可以入锅蒸煮 大火四十分钟后关火 还得再焖个二十分钟 天色透亮 厨房里如旺水滚 随着米香飘出 距离开店已经只剩一个小时 与食材的对话 对 我们是洗米的时候 就知道说 这个米好坏就知道 台湾的话 味道就是不一样 就是甜的味道这样 蒸煮好的米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倒成麻糬 一部分就做成米糕 以前阿公说是用 粉纸手下去拍的 对 是到我这边我猜 借用一下小工具 这样子 做水移的 对 以前 你怎么要这样打呢 米糕把它拍平 把它要 怎么这样 要紧实吗 对 要扎实这样子 切下去的时候 是粒粒分明的 照顾米糕就像是 女孩子皮肤保养 要有水当当的肌肤 保湿工作就不能偷懒 当米粒把水一点一滴吸收后 就得赶紧包得紧紧的 好锁住水分 经过一整夜的忙碌 鲜中米粒和甜甜馅料 组合成一个个口感扎实 又Q弹的古早味 但赏尾期限就只限当天 一旦隔了夜 就会被打回原形 天气越冷的话越大 天气热的话是怕里面内线坏掉 就不能放冰箱 对 不能冰冰的话 一两个小时就整个硬掉 小油的生意就像阿公时期一样 强强棍 有时候早上八点开摊 九点半已经销售一空 到了假日排队更是盛况空前 但尽管顾客捧场 油家还是坚持 天气热了 斗类容易腐败 就会停摆所有工作 因此端午到中秋这段期间 小油又会回到厨师身份 继续为讨生活而努力 盐城区是高雄早期最繁华的地区 也发展出许多传统的小吃店 我们要介绍的这一家盐城的米粉汤 卖的是福州口味的粗米粉 汤头有大骨的香醇 还混合在地湿沐浴的鲜美 米粉汤的地带老板原本是裁缝师 但是随着成衣的兴起 定制西装的人越来越少 他只好把手中的剪刀换成菜刀 卖起福州米粉汤 拉把孩子们长大 后来老板离世之后 就由他的儿子接手父亲的米粉摊 坚持手工 保留爸爸的好味道 尽管沿城区已经繁华不再 传承两代的米粉汤 却能继续飘香 热糖滚滚 盐雾翻腾 阴云的热气下 是大口鼻混和鲜嫩的湿木鱼 老板赵善忠熟练的把米粉捞进碗里 一把韭菜铺上油葱酥 撒点胡椒 清晨六点半就开张的古早味小吃店 让在地的饕客闻香来报道 每天早上如果没有吃了这个 就好像少了好几斤 这些血液循环都好起来 365天一半的时间都在这里 早点 而且有时候还要续碗两碗 老板说让你吃了有吃 好吃 要吃关系 在这里吃到要40天左右 老师味都没没吃 没病没 一天的早餐就是要够胃又粗粑 尽管高雄夏天的气温常常飙迫30度 多少人可以就要灰汗品尝 这烧腾腾油滋滋的米粉汤 大口鼻混 滚流下肚 喝上一口热汤 唤醒沉睡的味觉记忆 也让身体顿时熟糊糊 人家说古早味古早味 这种就是古早味 就是没有加别的东西的话 你就纯古早 你尝到说菌油香 油 用那些油来沾 以前人家说吃饭 用那些油嬌嬌的 醬油嬌嬌的地方吃 以前古早味的东西 因为我们就改变 你要改变 一定是早味的嘛 我现在古早味都变变 变得不是早味的 福州来的大口鼻混 虽然比一般的米粉粗了数倍 但一放入汤里立刻变软稀 放个三五分钟 吸饱汤汁就能捞起享用 面台上塑胶盒里 装满了鱼腰和猪皮的食材 有山珍也有海味 点些小菜搭配米粉汤 是陶客不会错过的路边美味 说起中哥的米粉汤 低调到连招牌都没有 但在美食灵异的盐城区 却是赫赫有名 本来我爸是在做衣服的 福州有三把刀嘛 剪刀 菜刀 还有剃头刀嘛 三刀嘛 我爸以前是裁缝的 做西装的 然后西装所以 那个时候景气不好 景气不好 做西装有几个人在做西装 就是做衣卷 我差不多一个礼拜 一个月都没有工作 然后我们这小孩子要怎么办 赵爸爸为了赚钱养家 收起剪刀 拿起菜刀 跟福州人学厨艺 一开始在高雄最繁华的盐城区 大菜市场里摆摊卖小吃 上了年纪的人有做过生意的 这个市场都应该都知道 要买货的话 一定来这边这个市场 我太知道了 这是我生意啦 不管饭店什么都一定要来这买 来这款 每个人家的过年过节 整个都是的 有大菜市场人潮加持 中哥家的米粉汤 从一碗三块钱卖起 现在还是维持铜摆架 一碗三十五块 十年未涨 有时候老板看石鸡拜拜 佛心来着 还会帮客人多夹几块石木鱼 加料不加价 我在他们老婆吃到这准 吃到够地吃铜鸭 吃好吃 他们要处理 除够他们老婆的手都这样 都完美的 其实中哥的父亲已经过世二十多年 父亲传承的米粉汤头 不只有大骨 还有石木鱼的鲜美 是中哥米粉汤 胜过其他同业之处 独特的风味也让陈菊来吃了好几回 现在处理鱼货的事 交由店长阿季负责 从高雄海港鹅阿寮新鲜直送的石木鱼 清洗分切都是阿季一手包办 原本卖服装因为景气不好 成为狮木鱼杀手 一坐13年 已经比较硬的 一斤左右的鱼 最好吃的 所以说七少鱼 对 肉比较油 肉质还不太暖 鱼肉留下来的骨头 还得靠剪刀修剪整齐 中哥灵光乍现 把这鱼背骨拿来油炸 研发出创新的口味 没想到酥酥脆脆大受欢迎 煎起来都酥酥嘛 酥酥 里面肉有减少汁 这里会酥 还有汤 里面完全没吃 人家现在吃来就有点 就说在笑谈就说 这个买一份了 回来买一款米饭来回来 下早餐也学习 47年次的中哥 从小就是爸妈的小助手 国小一年级就得帮忙去榆林 曾经当过饮料厂的贩卖机业务 到处趴趴走 民国77年回来帮爸爸 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直到现在 摸字形的米粉摊 就是他的全世界 拍你们这个舞台吗 做到现在 这个舞台都 还是继续做了 你如果没有干净就走 你不会再做 这个舞台你没办法 去试运了 你都要做 爸爸不变的古早老滋味 加上中哥 随时代调整的创新口味 让这一碗米粉汤 由一代传一代 半世纪不走味的在地口味 欢迎回到台湾一千零个故事的节目现场 一个五金行的第三代 一直以为自己念完书当完兵 就会顺理成章地接下工作 没想到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五金行的生意越来越差 有一天父亲突然拉下铁门 关掉店面 这样的改变对于在职场上 从来没有企图心的年轻人来说 简直就像世界末日 他形容自己当时整个人都愣住了 脑袋一片空白 后来为了生计 他就和太太开始学烘焙 创业开蛋糕店 其中招牌的南瓜蛋糕 扑植细腻 吸引顾客钻进巷弄内 品尝夫妻俩用心手做的美味 悠闲的午后 亲子徜徉日圆草坪 贵妇们为下午茶铺色点心 嗨 你好 你好 嗨 嗨蛋糕 嗨 五颜六色 七彩缤纷 小巧精致的蛋糕 不管是涂白 抹粉 装萌 做样 每一块都挑动味蕾 但是您绝对想不到 给你卖的最好的蛋糕 却是这一块 造型中规中矩 外表貌不惊人的南瓜蛋糕 有一种幸福在嘴巴里绽放 然后会觉得说 今天就是一个很棒的一天 吃了这个甜点的滋味 就是这么美好 蛋糕体的湿度是比较高的 不会很干 吃起来很扎实 我们家的小孩是不爱吃甜点 就只吃他们家的蛋糕 我吃他们的蛋糕 已经吃十几年了 就是他们以前在旧址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吃 把橙黄色的南瓜剖拌 去掉南瓜籽 再把每一片分切成块状 硬邦邦的南瓜 在狮子纹的手中 慢慢变成松软绵密的蛋糕 在台湾 它是数一数二 让南瓜蛋糕 成为明星商品的推手 南瓜我已经做二十年了 可以说讲来比较那个的 我摸过的南瓜 可能比你这辈子看到的还要多 我在澳洲游雪的时候 我太太煮的南瓜很好吃 有一次 我们就在去日本的飞机上 就想说 有人做芋头蛋糕 那我们南瓜是不是也可以来做南瓜蛋糕 我太太一口就说好 结果这个一毫就是一个斗套筋 南瓜反复蒸煮 到内里也熟透 变得柔软 馅泥散发出香气 融化的奶油和蛋液调出南瓜线酱 在一分钟就好了 南瓜线酱倒入打发的奶油中 尽管大部分的环节可以用机器代劳 但这一个步骤 绝对得纯手工搅拌 最后蛋白的搅拌是要靠手感 因为机器有很多死角 它做不到的 你还是要凭你的经验和感觉 才能够感觉到是否均质 此时的石子文像是个画家 用白色的奶油让橙黄南瓜酱 剪掉醒目色彩 调出均质轻柔的鹅黄颜色 颜色好美 真的 古生说三年四个月也差不多是如此吧 把搅拌的功夫做好 别人花三年四个月 石子文也跟大多数烘焙师傅 所需的平均时间一样 不会有意外 因为从小父亲管教严格 石子文的成长过程 有许多无法预举的框架 人生似乎早就写好剧本 他总以为自己当兵退伍后 就会是五金行第三代老板 直到这一天 除了五金行还是五金行 所以三代开了五金行 一旦面临要做另外一个选择的时候 真的有点很彷徨而且很害怕 8点5分有一天 我爸爸就把他铁卷门关下来 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场景 整个人就掉在那里 不知道怎么办 我上楼跟我太太讲这件事的时候 我太太也吓一跳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五金行的生意下滑 石子文的父亲决定关店 他拉下了铁门 逼得儿子要自己去开一扇窗 于是石子文和太太到澳洲游学 思考人生的下一步 住的那个homestay妈妈 她本身就很会料理很会烘焙 然后我又是年纪比较大过去那边 所以我都跟在那个妈妈的身边 她在做料理的时候我都在旁边学 然后她每个礼拜就会办party 办party的时候我就会帮忙 帮她在旁边当助手 在澳洲夫妻俩终于找到 五金行以外的共同兴趣 回国后去烘焙教室上课 到高饼夜上班 摸索四五年开始创业 夫妻俩原本只专攻 朴素的南瓜蛋糕 但是甜点世界越来越花跳 太太也跟着设计造型 女孩子看到甜点 一般就会觉得很开心 然后尤其看到漂亮甜点 不买都不行 所以就会觉得 你不能给它太朴实 除了口感之外 外表也是要注意一下 夫妻俩同心协力研发出 意式水果卷 蛋糕体上涂抹鲜奶油 把鲜艳的水果草莓奇异果香蕉 卷进软绵绵的蛋糕体中 石子文做出来的南瓜蛋糕 湿润度十足 清新感百分百 入口很空灵 轻飘飘的 没有负担的feel 因为基本的健康美味 没有添加 才是硬道理 我们希望使用的材料 都是厨房里 看得到能得到的东西 我们尽量是诉求 就是简单 普实 总而言之 回到最后 就是缓补贵真的是最好的东西 被迫离开硬邦邦的五金行 意外闯入软绵绵的烘焙液 害怕冒险 没有企图心的石子文 踏实偏执地把每一个步骤 做到精准无物 低调细腻的二十年如一日 让南瓜蛋糕 有着毫无意外的外表 却有令人意外的经验 巧克力蛋糕的烘焙师傅 曾经是传教士 后来阶段性的任务完成 他念头一转 把所有的心力 投注在蛋糕的制作 虽然一开始 浓郁的黑巧克力蛋糕 顾客的接受度没有那么高 一个月只卖出十几个 但是他从没有放弃 甚至兼拆打工 贴补营业亏损 坚持要把心中最完美的 巧克力蛋糕 传达给消费者 第五行的结晶是最紧密 然后会产生光泽的人 翻炒 调温 王凡杰手做巧克力 专注 认真 视线不敢离开大理石桌面 在夏威夷读书的时候 可是因为那边的食物很不好吃 所以有时候就是常常吃蛋糕 当作一餐这样子吃 然后就蛮喜欢蛋糕的 曾经他是位传教士 阶段性任务完成后 在教会补助下 前往夏威夷念大学 念到一半 太太怀孕了 她思索 死背过关的学分没有意义 结束国外生活 回到台湾 开始她的黑旋风创业 蛋糕体中间 先装填进厄瓜多尔巧克力 紧接着重头戏来了 当初应该是我妈妈在看到 我在做这个蛋糕的时候 有建议说可以 把让那个巧克力酱留下来 带有酸气的厄瓜多尔巧克力酱 要让它像熔岩般 缓缓流泻 最后停住 变成是个皇冠造型 其实不容易 酱太稀的话 它就会整个都被稀到蛋糕里面 那如果酱太浓的话 就没有办法留下来 所以要把它软硬度挑刚刚好 王凡杰不是一位 喜欢主动说话的人 多半时候 不带笑容的表情 让人摸不着他的情绪 正如他创造的蛋糕 充满着迷样 非常地浓郁 因为我们 包括他蛋糕的巧克力 用的也是 6到85%的黑巧克力 体验 尝试 找出路 一直以来就是他的进行事 从小在教会长大 高中毕业后 他主动参与传教 成为摩门教的传教士 传教方式 两人为一组 骑着脚踏车拜访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像是深山的修行生一样 可是我们是在城市里面 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们 已被派出于那个地区传教的时候 我们需要断绝所有的朋友跟家人的联络 这会让我们可以非常地专心 在我们要做的工作上面 最后回到国内 走上创业路 是因为看到小他七岁的弟弟 在早餐店打工 半夜三点出门 时薪却只有一百 因此他想 唯有自己做主 才能赚到更多钱 于是和弟弟合作 做起蛋糕事业 会选择跟着他是因为 知道他这个人做事 比较不容易坑员工 所以跟在他后面会比较安全 我是比较没有那种 就是野心去自己创业什么 那就跟着一个比较安全的人最好 王帆哥是念食品科出身 对烘焙有基本概念 但巧克力是门专业 因此他和哥哥又一起找老师学习 家里的客厅成了迷你烘焙厨房 为了做出入口即化 又有层次的黑蛋糕 他们试验好几十种产区巧克力 付出了大笔成本 才终于找到对的味道 坦桑尼亚的话 比较有坚果的香味 那阿肯糕它是偏向 它的苦味比较高 可是它的可可风味会很浓郁 那这样子当这两个 混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的就是不会变成说 坚果太抢风头或者是 就是苦味太突出这样子 那作为一个蛋糕体就很适合 巧克力粉加上面糊和打发蛋白 三者混合就成了蛋糕体 蛋糕吃起来要绵密 直立均匀混合的过程 时间和搅拌都是关键 做蛋糕他们就是蛋白跟粉类的 他们会分次的添加 再去做一个混匀的动作 那是因为如果你一口气 就加太多的话 那它就没有办法搅均匀 那如果不均匀的话 烤出来的蛋糕 它可能会有粉块 或者是口感都会比较差 2012年开始创业 但因为售价高 所以一个月只卖出十几个 尽管生意惨淡 但王帆杰不想放弃 做起密室逃脱 就用这份奸差赚来的钱 补贴蛋糕的亏损 传教的那段训练 有很大的帮助 这样的生活是很痛苦的 有很大的挑战 但是在这样子学习 然后这样做这些事情 之后可以进步跟成长非常的多 六七月是蛋糕淡季 为了突破瓶颈增加业绩 它又开发出更多品项 吸引消费者 其中内馅加入日本柚子 又有波兰草莓的 就叫做爱玲 上面的话就是用我们那个 草莓乳酪的慕食下去做的 那它吃起来就是很清爽 因为它有日本柚子的香气 那搭配草莓的那个果酸的香气 那味道很融合 会慢慢带出那个层次 阴逸夏季 又主打这款魔鬼之族 冰淇淋蛋糕 它的特色是我们使用威士忌酒 都民多12年的 品质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香 那配上巧克力蛋糕之后 会有很不一样的层次的感觉 然后最后再搭上那个炒过的蜜核桃 本身就是位推理名 因此福尔摩斯的角色 就成了它的蛋糕名称 这些蛋糕不花俏 总是要深入跑锡 抽丝剥茧后才能看到内涵 正如他的人不深交 你不懂他在想什么 只有下一次又有新的产品诞生 才又可以让你更接近这一位 七年吉生 欢迎再次回到台湾一千两个故事的 节目现场 一个念都市计划的成大博士生 因为研究工作就带着全家人 从台南搬到花莲 为了吃得健康 他到处寻找无毒耕作的蔬菜水果 也慢慢地认识 并且认同许多努力耕耘的在地小农 一开始他当义工帮忙行销 还自掏腰包 出钱帮农民做有机认证 后来愿意购买的消费者越来越多 他干脆成立菜铺子 博士也不念了 专心卖菜 希望透过他的平台 小农能有收益继续耕作 顾客也能享有安心健康的食物来源 这份使命感对他来说 比任何学历文凭都来得重要 又是星期二一大早 花莲受封了田间小鹿 又可以看到大王王福玉穿梭的影子 你看食物里有多近 最好的冰箱就是田 这片有机农场的主人住在10公里之外 还没来得及上工 王福玉自己动手选菜摘菜 就像是行走一样熟悉 从来不怕被当成偷菜贼 从来不怕被当成偷菜贼 你会跟你阿伯说你要拔东西 然后他说好才可以来拔 他也不用 他就采好回去再跟他抱就好 就是这个叫 其实这个 你跟你阿伯的关系叫信任 好 我们来采其他的东西 从事有机蔬果采买超过五年 一台小货车串联起花莲的有机耕作地图 要吃无毒好菜 很多人知道找王福玉最省事 阿德 立方多少钱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 有熟悉的客人拜托王福玉帮忙买几斤柠檬 他今天顺道绕进有机农阿德的园子里来选货 没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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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己种的东西很有信心 阿德拒绝农药也不用化肥 草生根做法 野草拔掉 让它自然腐化当肥料 最天然也最营养 你要吃这个 还是要吃维他命C 它里面有维他命C 有维他命P 有维生素K 它什么都有 它混在一起 也有B群 它混在一起了 你吃这个好了 还是吃维他命C 你要吃这个 这个就是有机肥 维他命C 又是化肥 耕作方式回归作物最基本的需求 阳光 空气 水 土地养分和人力技术 吸取中央山脉脚边的原始自然 没有化学成分的B催 虽然柠檬个头小一点 收成少一点 但能够采收的都是上等A货 不只作物健康无毒 连栽种之人都头好壮壮 我丈母娘只要听到我生病 她就说 听听到你在感冒 回到这里 整零以零的全身都湿热 不会感冒 因为我就觉得你的皮肤都是有光 真的吗 对啊 虽然晒太阳 黑黑暗 真的 不能下 不能下 下有照文 你有比我拉好不好 互动就像是一家人 王福玉合作的栽种者 都像是阿德一样 有健康理念和无毒行动 友善环境的小农 但因为规模小 不具备产量优势 也没有行销通路 辛苦栽种的结果 往往只能任由盘商砍架 很有水分 我们这个是它正常生长多久 就长多久 其实东西自然 每一个东西都很好吃 63年次的周仁芳 种的白玉米 水分多 甜度高 新鲜有机 现场用嘴巴认证 品质No.1 在遇到王福玉之前 好的青菜只能庆菜杯 你给它价钱有没有比较好 有 它的价钱比我零售还要好 真的啊 那我要调一下价格 之前是收40块一公斤 顶多到45块 我都吓一跳 我不是高兴 我都吓一跳 他说他主动是要帮你涨价 对 不是 那个态度不是涨价 他主动就是说 我收多少 要合理的价钱 因为我们有个标准 不占农人的便宜 让合理利润回归栽种之人手里 也因此王福玉在小农眼里 是VIP好客户 好的东西一定留给他 信任关系建立稳定的产销通路 让大王王福玉成了花冬的有机蔬菜 有机蔬吗 有机蔬吗 有机蔬 有机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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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头刀 离水不到半小时 生猛雄青 今天买到的新鲜海味 保证让客人吃到笑开怀 打冰啊 打冰啊 打冰最重要 现在冰好了 鲜渡就要留住了 回到农田附近的住家工作室 刚刚采收的各种蔬菜 要立刻整理分类 來 分菜 王福玉和工作伙伴忙着去无存经 玉米被虫吃了两颗NG 必须留下来当员工餐 菜叶上的根须尽量去除干净 然后趁重装入塑胶袋里保鲜 每一份蔬果都被当成是精品温柔对待 全台湾将近200户家庭 餐桌菜社全由大王决定 依照季节由老天配菜 田里有什么就吃什么 当天采当天配送 价钱比市场贵一点 但新鲜度百分百 你有很多方法可以让食物变便宜 放在冰箱裡 你去采我吃高麟菜每次采50颗 跟你一次采250颗放在冰库 哪一个比较便宜 所以当你要让食物变便宜也不难 新鲜牺牲的最佣 价钱vs新鲜 把买菜这件事情说得很有学问 60年次的王福玉真的学问不小 原本念成大都市计划博士班 2006年因为负责学校的研究计划 从故乡台南搬到后山花莲 从西边都市到东部乡村 王福玉适应得非常开心 上山下海遭套套 后来太太怀孕 为了孩子的健康 大王和几个邻居发起共同购买 一起寻找在地小农种植的无毒蔬菜 东西天然味道特别好 无心插柳形成了支持小农的团体 博士兼职当义工 变成了没有薪水的买菜工 你怎么跟你爸爸你妈妈讲的 当然是不能跟他讲啊 启笑喔 博士买的菜品质有保障 口碑传开 越来越多人加入共同采买 也让有理念的小农愿意继续耕作 学院出身的大王 发现这就是教科书上说的 在美国已经发展了20年的 社群支持型农业雏形 觉得这比纸上谈兵的论文好玩太多 而参加共同购买的人多 运输包装原力都要成本 为了维持运作必须要有获利 王伯玉于是成立菜铺子 帮小农出钱做有机认证 在网路上卖菜 产销配合一起创造银鱼 获利共享 让小农赚钱 让消费者有好的食物来源 不过这套社会契约运作模式 对父母来说太过艰深 王爸爸王妈妈刚开始很不能理解 儿子的博士怎么读成了博土 跑去卖菜 客人就问了 要开始打货菜 你老师说什么 我老师就去打货 我说你打货 我说你打货 你妈不敢跟客人说 他儿子是卖菜的 我就叫我妈说 妈 你不要害羞 你把我打货 我如果是妈妈 我一定会 他今年说我怎么就 娶了一个女孩 傻子 傻子 都要老人心 我觉得他是一类真的 有时候不用跟我加心 博士生不务正业 不只员工吐槽 一直在旁边支持的太太也没想到 大王在买菜这件事情上 玩得不亦乐乎 他其实做什么事情 他投入的时候他很认真 只是我觉得 我没有在开玩笑 我是不是不会开玩笑 只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做什么 就是这件事情 应该一下就结束了 所以你也就放着 我就觉得没关系 对 我只会跟人家讲说 你是在开玩笑 不是 你刚才大嫂的意思是说 他觉得你不持久 这样讲 室内选菜作业进行时 庭院的手工面包房 也同步忙碌着 工作台上的面团 不加盐巴 和任何一滴油 从凌晨开始 已经发了八个小时 面团要软Q的话 那就是说要反复的 让它发酵再折叠 发酵再折叠 那这样子的话 面团的Q度 跟保水性会比较好 面包师傅谷伟浩 其实是业余玩家 本业是平面摄影师 爱上花莲的山汉海 和太太一起 从台北移民到后山 当新住民 法式或德式的应式面包 在台北我比较容易取得 可是在花莲就比较难 那至少自己硬的头皮 就是看书 上网 自己实验 然后自己培养酵母菌 你这个是怎么办 我跟你讲说 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就会去找资料这样 你为了喝牛奶 一口就能吃 至少面包交到很多朋友 我知道你吃饭了 因为找不到好吃的面包 谷伟浩干脆自己动手做 透为箱头的大王一吃着迷 在自家庭院盖了一个大窑 拜托好朋友 来做给订户一同享用 有一天我自己盖窑的时候 我就会放弃他 没有 看完家 看完家 材烧窑的温度高达350度 面团一进窑内 很快形成酥脆表皮 将水分香味封存在面包里面 五分钟就可以出炉 口感水分更剩烤箱烤出来的 是买菜订户最爱的人气商品 刚刚还在附近田里工作的 玉米农周人芳也闻香而来 你是在田里闻到面包香味 衝过来的 稍微知道就要赶快来 像手工面包一样的成衣商品 还有附近邻居做的腌酱菜 果酱 有机豆腐 都被大王网罗成为热卖品 加上村子里来上班的妈妈们 菜铺子变成了小地方农产 和劳力的新台币兑换小铺 新拌菜 新拌 帮我拿一下 给我给我 就是对上面是拌菜下面是全菜 然后就这样 下午四点左右 今天采收整理好的各种食材 就要装箱宅配 等着送到全台湾客人的厨房 而华联的订户大王亲自配送到取货点 速度更快更鲜 不太厉害 他们的那个甜味是 你真的吃得到那个食物的甜味 一般市场上不一样的味道 在菜铺子宅配的食材组合里 也在臭丰香往福玉的田里 它一共租了两甲多的休耕地 专重台湾几乎没有人在种的黄豆等杂粮作物 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和学生来这里当新农夫 学习有机栽种 大王说他希望因为他和年轻人的投入 让村子里的农夫和妈妈们能够有稳定的收入 让逐渐没落的农村以田地为中心 因为有需求有种植 甚至能够带动体验式农业 而再度活络起来 博士做的梦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你听起来有点像在写论文 这就是 他有系统化的思考 但是比论文有趣多 论文就写啊 不会发生 虽然博士没有念完 但他双手离开键盘 双脚踩在土里做的计划 有可行性 有行动力 把个人博取士大夫的博士学位 念成了博爱土地的博土 一肩扛起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 你们大家都在谈博士吗 博士到底干嘛 为什么念博士 国家养博士不是叫你很会做金元代工 不是 不是 你的社会责任在哪里 念博士是要给知识分子 他是要给社会责任 不是卖鸡牌有问题啊 台名头脑有问题啊 满脑子都是钱 他以为国家养人是为企业 博士是社会责任 不是薪水高低 不是职业贵贱 那个人确实是浪 看起来是浪费的 但是更多浪费在他们的公司里面 保险 不靠政府的资源 王福玉希望小农小村的小改革 能够找到运作模式 替全台湾的农村 带来另一种在地的美好生活想像 让年轻人能够真正的留在家乡 贡献一己之力 我的目标从给大家好东西吃到给大家中国再有效路到那个村子周边的农夫跟村子里面的人有工作 所以其实不是不能吃酒啦 是他一直被推向更有趣的事情上面 从吃好东西出发 靠一张嘴就可以改变台湾 王福玉在花莲撒下友善土地的种子 欢迎大家都来当博土 一起灌溉小农小村大幸福 采访师做米粉汤 五金行改做烘焙坊 船教室也烤出让人惊艳的黑巧克力蛋糕 人生没有自我限制 总是能创造无限可能 感谢您收看 我是白心仪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